6月10号被冻结存款长达14个月的储户 集体到安徽合肥追讨存款 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银联卡储户 当天清晨他们在合肥市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旁边的天桥打出横幅 上面写着安徽银行还银联卡储户存款 安徽银行还我存款 并喊出口号表达诉求 国民银行还我存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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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据了解一百多名外地银联卡储户被冻结存款 10日上午他们到安徽省银保监局举牌并高喊 安徽银行还我存款 安徽政府还我存款口号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于是他们下午继续走上街头抗议 网传影像显示储户们边走边喊 安徽银行还我存款的口号 10号上午一直在安徽省银保监门口 发布当天维权影像的储户接到警方电话威胁 要求删除银片 据储户披露 到合肥维权的储户无功而返 都已陆续回家 另外还有一些储户在河南郑州追讨存款一个星期了 被限制自由关在宾馆里 每个储户都被三四个身份不明的人士看守 不允许出门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熊斌 黄宇宁采访报道